明朗轻快的节奏带出流畅的乐曲 美妙的音符让人听得不禁陶醉其中 而接着演奏的是大提琴家庄子莹 她高超流利的演奏出柴可夫斯基的辩奏曲 这些高水准的表演将在13号 渝港区艺术中心带来完整的演出 台大今年适逢45周年是一个非常棒的机会 如果你对古典音有兴趣的话 你一定要进来听听我们 因为这是一群非音乐系的学生 那也许可以给你有一点启发 也许你只要花个十分钟 我们的重点不是在于我们的成果 我们的重点是在于这个过程 你每一天花十分钟练 也许你一个喜欢的东西的时候 你的重点不是在于 你能把这个乐器练得多好 而是在这十分钟内 你其实已经发现了一个新的自我 这次带领乐团演出的指挥庄冬结 是日前参加德国举办的 马勒指挥大赛银牌奖的得主 也是首度台湾人在这项大赛中获奖的音乐家 很难想象拿下大奖的他 也曾一度想放弃音乐 后来重新拾起对音乐的热爱 这次他也将与台大交响乐团来一场音乐饗宴 让民众印象深刻 你学习音乐到底好处在哪里 我认为好处在于你多了一个 就像我刚刚讲的跟人家沟通的方式 那如果你今天决定不学音乐也很好 因为如果你真的像我这么爱音乐 你会回来 所以我觉得其实多学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只是你用什么态度去学习 跟你用什么态度离开这个东西 是最重要的 主板大会表示 45周年台大交响乐团巡回音乐会 将会演奏德佛扎克的新世界等 多首交响乐经典乐曲 多位好手激荡出的火花 令人期待 借王胜炫台中采访报道